第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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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關於棒球裁判 這個主題的話題 會想要做這個主題 是因為最近呢 在棒場上面 NOB有一個非常大的消息 是有關於 大聯盟最自身的裁判 Joe West先生 他的自發場次目前是全大聯盟最多的 他要統計到 週二 5月25日為止 就是那一場白瓦對上紅雀的比賽 總自發場次 生涯總自發場次已經來到了 5376場 的場次 那這樣的一個數字 也超越了 名人堂中的Bill克林先生 那 他現在也成為了 全大聯盟執法場次最多的 台犯Joe West先生 那他的 年紀也來到了 68歲的 算是還蠻老的一個年齡 那 他從1976年 就開始在 球場上進行 執法的工作 NOB這邊 那 現在已經執法到68歲了 那其實呢 算是一個 很資深的裁判了 那 那 這麼資深的裁判 還能在 因為已經到這把年紀了 那也還蠻資深的裁判 可以這樣子在 大聯盟這樣非常高強度的 競技場中 進行執法 我覺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為有時候 不要說美國執法好了 說我們台灣的CPBL CPBL 就是比較有名的是 最資深的裁判 是我們的 蘇建文老師 那他的值班 也來到了3000場 超過3000場 那目前 他現在 每站一場 也就 再把他的紀錄 往前推進 那 已經要在CPBL 占3千場 已經不容易了 更何況是 NOB 美國值班 他占了5000多場的比賽 那 而且 光是在CPBL 的強度 已經 算是還蠻強的 因為 你要想想 你看那個球數 都職業等級的 那 也都140起跳的 數球 那 在短短的幾秒內 可能 不到一秒內 要 進入到手套後 裁判必須立刻來判決 這顆球是好球 正是壞球 或者是說 這個是場上的什麼情況 必須非常快的應對 那 也必須 整個 走位 裁判的一些跑位 都必須 非常的清楚 那 更何況是NOB NOB 更是個高強度的地方 那 而且呢 他的 他的壓力應該 遠遠大於CPBL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是個 全世界都在矚目的一個聯盟 那 任何一個關鍵性的判決 都是被受矚目的 所以呢 我覺得 做位子簽證 的壓力 遠遠超過很多人的想像 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 其實我們在台灣的書建文老師也 也是 還蠻多壓力的 因為 其實呢 只要是在台灣這塊工作上面 其實我覺得都 蠻辛苦的 因為 每一個 緩解 每一個 判決 可能都會影響到整場比賽的關鍵 那 裁判呢 就是擔任 整場比賽的 判決的主要的人啊 那 每一個判決 其實都會影響到比賽 那他們也是 非常認真去判 那 雖然有的時候會判出 判錯啦 那當然 我覺得 這多難免 因為畢竟 人要在那短短的幾秒鐘 做出一個反應 做出一個正確的判決 本來就是不容易的 那 其實有的時候 他們判決錯之後 也會感覺到非常自責 然後 有的時候也會引起 網路上的一些 宣男的波動 那其實我覺得 判錯可以拿出來討論 那 但是呢 不要去說 這個裁判都不會判在幹什麼 我覺得 就不要有這樣 很兇的口氣 或者是不雅的字出現 因為畢竟 我覺得 各個行業 各行各業都有他們的 專業所在 他會這樣判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 那 其實有的時候我們外行人是看不懂的 那如果隨意批評的話 可能會造成 他們 心理壓力上面 有很大的 就是傷害 那我覺得呢 有的時候就拿出來討論就好 可以當作聊天討論 但是不要去論議的批評 因為 我們畢竟還是要尊重 每個人的職業 對 就是基本上要尊重 那 以上是我對 這個體談 消息的一些 看法 以及分享 那 其實呢 這部影片 以下我現在要講的喔 都是取之於台南 Josh Josh之前有拍過 有關於裁判的影片嘛 就是有關於 NOP裁判 要怎麼稱為 NOP裁判啊 然後 一些年薪的部分 那 下面要講的 其實都是取之於他的資料 那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去看他的資料 會遠遠 看我這部影片 如果你想要 學比較深入的話 去看的資料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那 假如是要看熱鬧的話 那就看我的吧 沒有關係 那也很謝謝你們的支持啊 那 我現在要講的是有關於 NOP裁判的 先講 為什麼 要怎麼成為 NOP裁判好了 其實如果要成為 一位NOP裁判 比 要成為一位 NOP的球員 還不容易啊 呃 如果你要成為 NOP的裁判 其實 基本條件並不高 那你只要連滿18歲 然後之後 你的學歷有到 高中 以上 那基本上 都可以成為 NOP裁判 如果以前 都沒有相關經驗 也沒有關係 那 假如你要成為 裁判的話 你就要去 我現在圖上面放的啊 這個也是從 JOSH那邊 資料 撿過來的 呃 要去上面這兩所學校 來進行 一些 接受棒球的一些 訓練啊 那裡面就會教你一些 裁判的相關知識 那當然 它跟學校一樣 也會有一些 期中考 考試的部分 那可能 它就可能會分三個梯次啊 可能第一個梯次 先淘汰掉 如果有300人去參加的話 那先淘汰掉250個 剩下50個 進入第二梯次 第二梯次再進行 篩選 進入到第三梯次 進入到第三梯次 其實這些人 可能有些 就 已經算是 金銅的精英了 那 有些就有符合 去判 小聯盟的資格 那他們就會被派去當 判小聯盟 那小聯盟 它有分層級啊 1A 2A 3A的部分 那其實 基本上 都會看你開始的 判決的一些表現啊 然後還有你 在位 判決執法的場處 也會 場市也有一些未接的部分 那基本上 3A的 錢拿的是 薪資是比較多的 因為 畢竟比較高層接啦 那 其實 3A 的錢 已經算是 呃 在美國的薪資 方面 已經算不錯 詳細的錢 數字 我確定 你要去看 那一張 它那邊分析的比較好 嗯 那 可是 還是比較低於 大聯盟的薪資啊 那其實如果你要當上 小聯盟 裁判已經算是非常不容易的 原因是因為 你要在那前面的 篩選中 必須通過以外 而且你去上 那些棒球學校 也是需要付學費的 也就是說 你在還沒當上裁判之前 可能就要花掉一大筆錢 來進行投資啊 那 有些人就想要賭賭看 然後賭中了 後面就是 回本的生意啊 那其實我覺得 有些時候 這種事情 可能是因為 他非常熱愛棒球 然後支持著他 那對棒球熱情 就會有這樣的夢想 嗯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 你到了小聯盟之後 因為小聯盟 基本上他的賽季 都是比大聯盟還要短 有些時候 他還會修賽季嘛 那基本上 修賽季的時間 裁判是領不到錢的 因為你沒有 暫時發的常識嘛 所以 地球當然 你就沒有錢可以領 那 這段 修賽季的期間呢 小聯盟的裁判 就會去找一些監工啊 不論是 呃 店員啊 商店的人員啊 或者是什麼 修車的 反正他們去找一些監工做 那 其實也算還蠻辛苦的 那其實如果 你在小聯盟 是發有一定的場勢之後 到大聯盟也是不太容易的 原因是因為 大聯盟的流動的人 其實是 很 流動率是很低的 原因是因為 你從小聯盟 然後 好不容易當到大聯盟裁判 你要這麼的 容易去辭職 然後不幹了 或者是說 呃 有 有什麼 就是要離職的話 其實是很 很低的機會啊 除非 除非 你是什麼 家 家庭狀況有出了某些問題 或一些緊急狀況 那另當不論 但其實 整體的流動率是非常低的 你一定要有人下來 小聯盟裁判才會有機會補上去 那其實呢 有些時候 小聯盟裁判這一等 都可能十幾年左右 所以他可能十幾年多 他過得有監工 然後又有 戰賽季執法的工作啊 那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那其實呢 如果你到了大聯盟裁判之後 你的菜鳥 就是那種最菜的最菜的 至少最低薪資 都有15萬的美金啊 那已經算還蠻不錯的 那有些時候比賽 還會給額外的津貼 那如果你是像 Joe West先生 這樣子 非常自身的裁判 你的年薪可能就會再度翻倍 可能拿到45萬美金 類的啊 那再加一些比賽額外的津貼 那其實 Trent的錢已經 真的已經很夠花了 嗯 那其實呢 要到這麼資深的裁判 真的很不容易啊 那他領的這個錢 也是有他的價值所在啊 嗯 那講完 NLB之後 那我們來講 台灣的CPB囉 中華職棒 那其實呢 中子 他有分一二軍嘛 那 二軍 二軍都是用月薪制的 然後 約是三萬出啊 這個也是取之於JU的資料啦 那 看他的應該會比較準確 那 那他是沒有出場費的就是 也就是說 你不會因為這樣這場比賽 然後 額外給你錢之類的 那 那一軍的話 他是才底薪制的 約一萬出 那 出場費會有六萬到一千塊左右 那 他會依照你 站位不同 而給予一些 嗯 不同的回饋 嗯 那其實我不 論是 CPBL 的裁判 或NLB的裁判 或甚至 是 三級棒球裡面的裁判 那 其實我覺得 他們都是很辛苦的 在 場上為 球員們 執法 那其實呢 我覺得 我們這些球員 或者是說 觀眾應該很謝謝他 因為 假如沒有裁判的話 其實一場比賽是沒辦法 很順利的完成的 因為裁判就是 一個 算是 正義的角色 可以這麼說 公平正義的角色 那 有的時候他做的一個判決 可能會 對某一隊不利 那也可能做出的判決 對某一隊有利 這都是 一方兩面的 所以我覺得 他們的工作是真的很辛苦的 那我覺得應該要謝謝他們 那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那希望大家會 喜歡今天的主題 那 明天是最後一天了 那 一定要看到完喔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裡為止 我們明天見 掰掰